这理解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 你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女孩 我们看一个富人临一个假包 你就觉得是真的 这理解咱不能用咱自己的理想去强加于别人吧 你这是戴有色眼镜去看她 不然谁是一个女孩子 在家当一个非要吵 她可能她没想那么多呢 她就是这么神经这么大条的一个人呢 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 富人拎个假包你都认为那是真的 穷人拎个真包你都认为那是假的 因为你觉得她出身不好 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告诉你 她是嫁与不嫁 她损失的也不是您的家长 那您为什么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她 这不是有色眼镜 你就是真实的分析 你也没损 那你为什么就一直咬定咖息不好 我告诉你 不仅我会这么想 这个男孩整个家族 他的所有亲人朋友都会这样想 你常年累月在这样的眼光下生活 你觉得你会信我 归根结底就是四点 第一点他是农村的 第二点是年龄问题 他大年儿子六岁 第三点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好 因为他穷没有您家有钱 第四总结了一句话 穷人自己奋斗有错吗 确实是没事 自己赚钱自己工作 这样的努力叫什么攀高枝 这样有错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误区 母亲反对自己的儿子 跟另外一个女人在即 直接找这个女人谈是错误的 要谈跟自己儿子谈 管好自己的家事 再来找别人谈 我跟孩子谈是无结果的 我才去找他 所以说您连自己 你养了几十年的儿子 您自己都管不住 你还说别人什么呢 你自己儿子都管不住 你不很失败吗 母亲希望儿子能幸福生活 我就是了几十年的儿子